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分特征和出口名相互 这是连环命案 你们真山组啊 统统来支援这个案 我是现实报徐海英 我想跟你合作 你告诉我案情 我帮你保密 容赛的死者身份出来了吗 西家几家少年哪个的有诚好 承担区 又有一具尸体 如果你女儿真的是杀人凶手 你会怎么做 有人死在你的作品商困扰到我 很高兴认识 你知道这些作品都是我做的吗 这报导出来之后你哥就失踪了 他现在有生命危险 要怎么样 尸体全身腐烂 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评认的尸体 案发前后两小时拍到一个女子经过 他要怎么活 要怎么死 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那是小猫 我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快走 宽哥 殡仪馆的人说尸体不见 他在自己宠爱的程度 是从高龙城跑下去的 放我出去 近期轰动悬台的杀人命案 我是江小猫 你想要死吗 我可以帮你 他们都是自杀 凶手是在帮他们完成医院 江小猫现在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你女儿十五岁也就上酒店工作 你该不会这几年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吧 我被化学药基础上的隔天 你选择离开我吗 三月十八日 我拔掉妈妈的呼吸器 我亲手杀死了他 我从来就不在你的生命 走吧 你是他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吗 你一定要放弃 黄医生 有个案子 看一下 我来自发育者 我来自发育者 他们已经划渡了 身体重 cidade 你是她的 我来自发育者 你不能再来 我来自发育者 你们